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将带您走进艺术家 畅聊艺术人生 感受艺术魅力 点亮星空 精彩无限 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桃李杯的首届的新闻发布会的仪式上 我见到了这位大家可能只听过名或者看过影 但是没有亲自跟他对话的这位潘老师 他的名字叫潘志涛 还有他的女儿潘奇儿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来我们对话艺术家 潘老师你看总是笑容满面 我昨天一接触还看着潘老师 声音这么好 可以做我们这个主持人了 潘老师 欢迎你们二位来纽约 谢谢 跟我们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华语电视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两位都是又帅然后又漂亮 谢谢 女儿像爸爸 那个潘老师 潘老师 像这一次来纽约是因为这个桃李杯是这样吗 是这样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我们在15年的时候就策划这件事情 是在洛杉矶策划 那因为三十多年前吧 我在北京 我是北京舞蹈学员的一个老老师了 老老师 资深 资深 在教授吧 到现在还在带研究生 还在上课 但是三十多年前我还年轻 这个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是吗 我觉得一直年轻 谢谢你 突然之间我从一个普通的教员 这个选举成了中国武系的主任 当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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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当领导容易 怎么领导这就很难了 那我就想如何能够把老师和同学们的 这个积极性能够调动起来 这样就想出一个桃李杯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桃李杯就是老师 同学 最重要的是老师能够鼓励同学能够成长 同学能够得奖的话 老师同时得奖 就是我们桃李杯的当时的初衷 而且是一个特色 也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支持 直播这个我们的决赛 这都三十多年前了 那那个时候是精英教育 就是只培养个别的好的 舞蹈演员 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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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的什么黄豆豆啦 刘敏啦 金星 有吗 金星 有吗 那还有小孩呢 那有小孩呢 那现在的什么唐诗逸啊 什么这些到纽约来演这个孔子的 这些男一号女一号都是桃李杯成长起来的 有了桃李杯 就一大批的好的这些演员 老师 以至编导者都涌现出来 那三十再多年过去了 现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主要就是舞蹈要普及给小孩们 尤其是喜欢舞蹈的孩子们 他跳跳蹦蹦 其实我那个灵感都是从女儿身上得到 哦 是吗 听了音乐就跳的 在舞蹈学院里头 他就像一小明星 哦 有几个老老师就最喜欢看他跳舞了 是吧 他是由衷地跳 我们那是职业地跳的时候 是非得压腿啊 非得练功啊 非得连哭待喊啊 但是普及教育的时候你就开心嘛 就是快乐教训 快乐教训 听了音乐就能够起舞 手之 舞之 足之 倒之的时候 这时候是真正跳舞的意义了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15年的时候就策划 这个潘吉尔就想把中国的舞蹈跟美国的舞蹈能够有一个交流 有一个桥梁 尤其是在美国的华人有大量的小孩孩子 他喜欢唱跳跳蹦蹦 是吧 那么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了的这些老师们也有不少到美国来的 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中国舞蹈 泛美中国舞蹈联盟 大家能够站在一块 能够交流交流 能够互相做点活动 能够在国内请一点专家 或者说我们这地方也叫去一些孩子 看看中国的北京的舞蹈学院等等 这些交流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 是不是其而就是从这件事上开始介入到中美文化交流这部分 之前也有一些 但是呢就是在这次做了我们泛美中国舞蹈联盟 以及舞蹈大赛以后呢 就是更深入的在做 然后就在这个上头呢 就策划了一个16年的洛杉矶的叫海外桃利盃 那是当时是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的 海外桃利盃 做了一次 17年又做了一次 做了第二次 越做越红火 越做越深入 越做越得到大家的开始 那么今年18年了 我们就看起来这个更得松 那么我们就升格为国际桃利盃 国际桃利盃 参加的人和面国家地区 不限 太多了 就比以前就仅仅是加拿大 美国 中国就这么三方吧 现在是世界各地 凡是关心中国舞蹈的 或者说有舞蹈兴趣的 都有这个愿望 应该说我们中国人把舞蹈 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说得好 而且是桃利盃这个品牌 让更多的人 可能不会跳舞的人 但是我听过 我看过 然后我知道这个力量非常大 桃利盃的口碑特别好 对 就是看得出来我们这些当老师的 是希望孩子们通过桃利盃这个平台 能够展现他自己的自信 展现他自己的那种表现力 中国的孩子有的时候愿意躲在爸爸妈妈后头 是 特别是那个独生子 害羞的不见人 但是你给他舞台的时候 我攀牆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从小我们就希望他能够上舞台 四岁他就已经主持节目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生活中 所有的地方其实都是一个舞台 你不管做什么的时候 你都要把最好的自我表现出来 那么舞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锻炼 是 其实很多孩子们的家长 他们也觉得 我这小孩现在学可不可以 学了舞蹈 我也不干专业 特别是在国外 那有哪一些作用 当然有一些家长意识 可能对于人生的一个艺术修养 文化修养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但是更多的 我觉得最可惜的 要潘老师讲的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的人 认可这个品牌 第一他是做得好 当时整个一个利益 和现在的一个群众性的推广 这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在这里也特别谢谢潘老师 你也算是这个 这个桃李杯的元老 现在真的是桃李满天下 那还有个就是 在海外如果做桃李杯 你们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这个万事开头难 开头难 这个实际上家长 希望孩子学掉舞蹈 有很多的想法的 对 他年轻的时候 他也喜欢跳跳蹦蹦 他是没有条件 现在有条件了 让孩子去 是吧 还有就是他希望孩子 有一种体态 有一种状态 站在那地方一看 不一样 他有这个想法 是吧 那么大量的这个家长 实际上也是有一种眼光 和有一种格局的 希望自己的孩子 通过艺术教育 能够健康的成长 对对对 而且全方面的发展 全方面发展 就是中国呢 是各个方面都很好的 你不要说算学都 数学都好着呢 语文也好着呢 可是你让他跳跳蹦蹦 不一定好 人家你像我的爸爸妈妈 从来不知道舞蹈是怎么回事 我的这个同伴的人 说潘志涛去学舞蹈了 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个事 很纳闷 为什么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都不大好意思介绍 说我是学舞蹈的 真的 因为不普及 不普及 大家觉得男生 你说你怎么不做生意呢 那你不去做别的事 为什么要跳舞呢 还有这样的 就是你一个的时候 我是叫跳舞的 你先给我表演一个 就叫板了 叫板 他实际上他是 还没有理解 舞蹈教育的本身 他的含义是什么 实际上舞蹈的 这个也是一种语言 没错 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你通过身体的 这样的一种语言的交流 实际上有的时候 比语言和这个文字还困难 是吧 你一个状态 一个假设 不用就看出你这个状态来了 潘老师不愧是教授 这个侃侃而谈 讲到教育 他能把他经历的 所有的这些内容 都跟大家分享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当孩子们 需要自己快乐学习的时候 做家长的可能有更多的思考 那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那其实你的感触最深了 其实爸爸是教跳舞的 你为什么没有让他 严格地教下来 是怎么想的呢 我不仅爸爸是教跳舞的 我的母亲也是舞蹈老师 是吧 是 他们是在舞蹈学校里面相恋相知相爱 然后结婚有了我 所以我的第一个家就是在舞蹈学校里面 我的母亲是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老师 那父亲是大学的教授 那你们有理由不从小学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 其实我很感谢他们 他们也是希望我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所以呢我会跳舞 但是我不是职业的舞蹈的这个从事者 但是呢他们把我冲到美国来呢 让我学习了更多的其他的东西 这样我觉得其实我因为爱舞蹈 会舞蹈 我可以更好的在美国在中国之外 把它宣扬出去 所以这一点他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 因为他先了解的是中国的艺术 然后呢去西方学习之后呢 他希望把它嫁接一下 他们很全面 是吧 尤其你听他讲话 我肯定比我们要强多了 他中文也讲得好 英文也讲得好 而且他互相之间没有一种阻碍的 是吧 很顺畅的就可以过度 讲两句英语就可以讲两句中文 所以他主持节目的时候 他也主持节目 那么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呢 他实际上他是学的是管理 管理 是不是管理 好 说到这个妇女之间的这种情感呢 有盗不完的话题 盗不完的故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